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冰与火之战 冷战历史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幽灵列车柏林隧道的秘密行动 2.黑夜的使者冷战间谍气球项目 3.冰雪中的队一冷战下的国际象棋冠军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幽灵列车柏林隧道的秘密行动 在柏林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中 隐藏着一个几乎能与好莱坞大片媲美的真实故事 幽灵列车的传奇 这不仅是一个关于秘密行动的故事 更是一个关于勇气、智慧和一点点疯狂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的迷雾 探索这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 想象一下冷战时期的柏林 一座被墙分割的城市 东西两边如同两个平行世界 但在这座城市的地下却有一条秘密的隧道 它连接着东西柏林成为了一条幽灵列车的轨道 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的情节 但它确实发生过 幽灵列车并不是真的有鬼魂开车 而是一种秘密的运输方式 用于在东西柏林之间秘密转移人员和物资 想象一下 一座在一辆没有任何标志的列车上 四周漆黑一片 只有隧道里回响的轨道声 列车缓缓行驶 仿佛穿梭在时间的裂缝中 既刺激又神秘 这项秘密行动需要极高的智慧和勇气 首先 你得找到这条隧道的入口 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隧道的入口被严格保密 就像寻找通往地下王国的神秘大门 然后 你还得确保在穿越过程中 不被东德的边防军发现 这意味着 你得像幽灵一样无声无息 同时保持冷静 即使心里可能早已惊涛骇浪 幽灵列车的故事充满了冒险和刺激 但它也展示了人类在逆境中的智慧和坚振 这些秘密行动者 他们不仅仅是在运输物资 更是在传递希望 告诉人们即使在被隔绝和分割的黑暗时期 仍有光明在等待 当然 幽灵列车的故事也有它的幽默面 加赞一下 如果有一天 你在地铁上旁边坐着的人忽然对你说 其实 我们现在是在进行一次秘密行动 你可能会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疯子 或者突然穿越到了电影长行李 但在柏林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过 这不禁让人感叹 现实有时比电影还要精彩 幽灵列车的故事 是柏林历史的一个独特篇章 它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困境中的创造力 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下次当你乘坐地铁时 也许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这是一次秘密行动 你会怎么做 这样的想象 或许能让你的旅程更加有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黑夜的使者冷战间叠气球项目 在冷战时期 世界两大超级大国 美国和苏联在各个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从太空竞赛到核武器竞赛 无所不用其竞赛 无所不用其极 但在所有这些高科技高风险的较量中 有一个项目 因其独特的低科技特性而脱颖而出 那就是间谍气球项目 想象一下 这些巨大的气球悄无声息地在夜空中飘过 就算是一群不错之客 或者更像是一群好奇的外星人 偷偷窥探着地面上的秘密 这些气球装备了摄像机和其他监视设备 目的是收集对方的军事情报 它们是冷战时期间谍活动的一种奇特而影 奇特而影效的手段 美国的天空GoProject Genetrix就是这样一个项目 这些气球被设计承载高空漂浮 以避开苏联的雷达侦测 然而 这些气球并不总是按计划行事 它们有时会偏离航线 飘到完全不同的国家 甚至有时会被风吹回美国本土 让美国人自己也感到困惑和尴尬 苏联也不甘落后 他们发射了自己的间谍气球 试图监视美国和其盟友 这场气球战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较量 也是心理战和宣传战 来当有气球被发现 无论是在哪一方的领空 都会引发媒体的热炒和公众的关注 有时甚至会导致外交争端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你是一位冷战时期的间谍 你的任务是监视敌对国家 你的上司告诉你 你的新交通工具是一个气球 是的 你没有听错就是那种在孩子们生日派对上看到的东西 只不过他比那些大得多 而且装备了一些摄像头和传感器 你只能希望风向合适 不会把你吹到什么奇怪的地方去 尽管间谍气球项目在技术上已经被更先锦的卫星侦察所取代 但他们在冷战历史上留下了一笔独特而有趣的篇章 这些黑夜的使者虽然现在看来有些古怪 却是当时最前沿的间谍技术 展示了人类在对抗中的创造力和适应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冰雪中的对弈冷战下的国际象棋冠军 在冷战的寒冰之中不仅有间谍的暗影游戏 太空竞赛的星辰大梦 还有一场在六十四格棋盘上的智力较量 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棋局 而是美苏两大超级大国间意识形态 政治影响力以及文化优越性的较量 让我们穿上时光的外衣 回到那个棋盘成为战场的年代 一起探索冰雪中的对弈 首先让我们介绍一位名叫鲍里 菲舍尔的棋手 这位美国棋手不仅以其非凡的棋艺著称 还因其古怪的性格和离奇的行为而闻名 1972年他在冰岛雷克雅维克与苏联的棋王鲍里斯斯帕斯基 进行了一场历史性的对决 这场比赛不仅仅是两位棋手的较量 更被视为冷战的象征 美苏两国人民都紧密关注着比赛的进展 菲舍尔在比赛中的一系列怪异要求 比如对电视转播摄像机的噪音表示不满 以及对比赛场地的灯光提出意义 几乎让这场比赛夭折 然而最终他还是战胜了斯帕斯基 成为了冷战时期唯一一位非苏联籍的世界象棋冠军 打破了苏联在国际象棋界的统治地位 这场比赛不仅仅是棋盘上的胜利 更是意识形态的胜利 美国人将菲舍尔视为英雄 他的胜利被解读为自由世界对抗极权主义的象征 而在苏联这场势力被视为一次耻辱 促使苏联加大了对国际象棋的投入 以确保这种文化象征的控制权不再流失 除了菲舍尔和斯帕斯基的对决 冷战期间还有许多其他精彩的棋局 这些对异不仅仅是棋手之间的智力较量 更是两大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较量 棋手们不仅要承受来自对手的压力 还要面对来自政治和社会的巨大压力 在这个六十四格的小世界里 每一步棋都可能引发全球的关注 冷战下的国际象棋冠军们不仅是棋手 更是各自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他们的每一次胜利都被赋予了超越棋盘的意义 所以下次当你在寒冷的冬月里 微坐在温暖的壁炉旁 不妨观开一场国际象棋比赛时 不妨想想那些在冰雪中对异的棋手们 他们不仅仅是在玩棋 更是在书写历史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带你们穿越时空 探索了冷战时期 柏林的幽灵列车 间谍气球项目和国际象棋的对异 这些故事不仅让我们了解了冷战时期的历史 更展示了人类在逆境中的创造力和勇气 幽灵列车的故事让我们想象了一种神秘而刺激的运输方式 它不仅仅是在运输物资 更是在传递希望 而间谍气球项目则展示了冷战时期 间谍活动的奇特之处 有时甚至让人忍俊不惊 最后 国际象棋的对异不仅仅是一场智力较量 更是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的较量 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历史的一部分 更是我们人类智慧和勇气的结晶 它们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困境中的创造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所以下次当你乘坐地铁看到气球或者玩国际象棋的时候 不妨想象一下 你会怎么做 或许这样的想象能让你的旅程更加有趣 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幽灵列车 间谍气球项目或者国际象棋的冷战对异 你有什么疑问或者观点想要分享吗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订阅我们的频道